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來繼續實況集合啦 動物森友會 我在5月初的時候在博客買了一本 動物森友會超圖鑑攻略 我記得我要結帳的時候它明明顯是還有庫存 但不知道為什麼結帳之後卻是缺貨要掉貨的狀況 一直到這次的端午連假我才收到 我小時候有買過一本日本妖怪圖鑑 害我到現在都很迷戀日本做的圖鑑書 我在翻這本書的時候 有發現到一部分是在講房間擺設可以帶來好運 也就是傳說中的風水 而這個部分的實測 我也有看過其他實況主做過 不過我覺得書上提到很多小細節 好像大多都被省略掉沒有去實測 像是除了顏色統一放在同一個區域外 書上還有幾樣傢俱被列舉出來說呢 擺放的話可以另外增加幸運值 那我今天想要來把書上說的那些全部細節都實作一次 那如果這樣子風水還是沒有效果的話 我就要把這一頁給燒掉 那我現在就要開始來照書中所說的 將房間左邊兩格包括牆上都擺滿黃色的物品 那剛好今天我的狸貓商店有在賣這個黃色的飲料桶 反正只要空間不夠我就是塞飲料桶給它塞到滿 那我也不管說東西擺了好不好看了 好的雖然我很不想改動我這個阿醫房 但是為了實測我也只好先破壞這個擺設了 我先把這邊的東西都移走 那它就是左邊兩格的位置 欸雖然這是小格的 就是兩大格 這樣這樣兩個小格算一格嗎 1、2、3、4 就是這邊一個直線的部位全部擺放黃色的東西喔 所以我現在要先把 欸這個算是黃色的啦 有點黃黃的 放在這裡好了 那其他東西我就先把它移過來 那再來呢 我把地毯鋪一鋪 然後黃色的地毯就鋪上 這個算黃色的嗎 這個林潛算黃色嗎 橘子地毯算橘色的吧 這個 黃色的廚房 那我現在要來放其他的家具喔 那我自己的家具不夠用 所以我剛才還去跟朋友借了一下他的東西喔 這種黃色的 哎呀我怎麼一直切到便燈啊 黃色的單槓這裡 吸塵器 好啊 再來就是這些飲料桶塞到包 而我看書上寫說阿一的海報也算是黃色的 它算是黃色跟紅色加在一起喔 所以我要把阿一的海報全部移到這一邊過來 哎呀 這個轉牆壁真的是很不直覺 哎呀 我每次要移牆就是會這樣子 我一定要先錯一次然後才可以移到正確的 好 阿一海報先這樣子 好這一排的話就是都把它用黃色的 那我還有一些空位喔 再找一下 看有什麼東西可以DIY直接把它變成黃色的 這個坐墊堆應該可以改造成黃色的吧 然後這個附桌金桌子會把它用成黃色的 貝魯也是 好 改造一下 把它們改造成黃色的 喔 這有格文 這應該算黃色了吧 好 那就這個 還要再改造 再把這個桌金 這可以改成黃色的 唉唷 OK 好 這個桌子放在這裡會不會擋到入口 很勉強可以進去的 算了 然後把飲料桶放過來 增加更多黃色的 然後剛才的暖桌 暖桌 啊 坐墊堆我忘記改造了 坐墊堆應該也有黃色的吧 金 有金 沒有黃 那用樣式把這個改成黃色應該可以吧 把坐墊堆堆在這裡 這樣應該夠黃了吧 然後桌子上可以放四樣東西 我再去買個飲料桶 好了 那這邊就全部都黃色 那其他房間我也照著這樣子 就是把左邊這兩格全部變成黃色 那接下來我要換把右邊的部分 右邊兩格的部分都用成紅色的 那我先把這些收起來好了 這個 嗯 雖然已經算是紅色了吧 我這邊就很紅了 這些家具應該也算紅色了吧 不管了 我現在就是把這些東西全部都移過去 這些看起來很紅的東西都移過去了 這邊有紅色的椅子 好的 這邊我已經盡量紅色了 這邊可以再放一個這個 在這裡 紅色移完之後呢 那它下面這兩格 要用成綠色的 就是下面兩格就是這一塊 但它上面寫說只要是重疊的部分 只要放其中一個顏色就可以了 那我綠色東西比較少吧 那我們現在換來把下面這邊 用成綠色的 我來看看有什麼綠色的東西喔 和式椅 這個算綠色的嗎 它的布是綠色的 這個 這個參觀椅子 這應該就是綠色了 再來還有什麼 這個 復活節樹莊台這個也是綠的 這個煙燻爐也是綠色的 綠色的地燈 這樣算嗎 我也不曉得 植物也是綠的 這個算嗎 爆米花枝是綠的 但是不要擋住門口 那我其他的房間也要比照這樣子的配置 來把它改造一下 好了 我現在已經將我的 123456 6間房間全部都照這樣子的顏色配置擺好了 有夠累了 帶你們看一下好了 像這邊也是這樣子 那它因為這裡是門沒有地方擺綠色的 所以我就一些壁掛物 綠色的東西就把它掛上去了 連什麼蝗蟲的頭啊 有的沒有的 紅色 黃色 綠色 這樣的一個擺設 那右邊這裡也是 我現在過不去 大概像這樣子 那地下室的部分呢 因為我紅色的東西已經塞到快美了 就變成這樣子 綠色塞比較多 那樓上的部分也是像這樣的一個配置 那接下來我就要來放它攻略本上面說 會增加幸運值的道具 那它還有分春夏秋冬 那夏天的東西特別多 剛好我們可以來試一下 那夏天的東西 哇 這有點多 直接做成一個表 然後我放在畫面的右邊這裡 這裡 這些東西就是夏天的 幸運物喔 那其他 還有好多東西也都是幸運物 我就看我現在身上有什麼 就把它全部擺在各個房間裡面喔 那其他的家具 幸運家具呢 我也把它寫在 這邊 你們可以看一下喔 有這些東西 那我就已經把我身上 有的東西都拿出來了 像這個毛裝飾品也是加分的 然後還有 然後 這個螞蟻觀察箱 然後還有任天堂switch 這個動森版的這個 那還有這個棕櫚樹燈啊 這個也是蠻佔位置的喔 跟這個日本刀 還有黃金餐具 然後這個戒指 也就放這個英雄機器人 好了 那我已經把我 可以用的幸運物已經全部用到了 其他還有像著名的照片啊 照片我還蠻多的 好的 那我已經把房間全部佈置好了 那接下來呢就是 挖礦時間啊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試一下 這樣子挖會不會真的跑出一堆金礦喔 好了 這樣子呢我應該六塊石頭 都要有掉一塊金礦吧 我又這麼努力了 馬上來開挖喔 金礦呢 有了 一塊石頭一顆金礦 應該可以吧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顆有沒有 只有挖到一顆 有可能是瞎懵的嘛 第二顆石頭沒有喔 好 我們來換第三顆石頭 說不定 連挖到兩顆金礦也說不定喔 連個鐵礦都沒有 什麼爛石頭 第四顆 金礦啊 金礦啊 我被第一顆石頭給騙了嗎 來 再釣一個金嘛 不然你這樣我很難做人耶 大家都花那麼多時間看我做這個影片了 剩下這一顆應該就是錢的 釣錢的石頭喔 好吧 那我 再跳一天看看 好吧 那我 如果可以至少一天一斤的話 我覺得就還不錯了啦 好 這一天也是沒有 第一顆石頭就釣出金 害我希望太大了 哈哈哈哈 喔 又一個了 好的那第三天也是 挖到一顆喔 喔 又有一個了 喔 又有一個了 喔 又有一個了 好的 好的 那第四天的收獲呢 就是又一個黃金喔 現在四天裡面有三天都有挖到一顆黃金 哇 又有一個了 又有一個了 其實機率感覺真的有提高耶 差不多一天可以挖一顆的感覺喔 好的 連續五天這樣子挖下來呢 總共挖到了四顆金礦 好啦 那我又回來原來的時間了 那我總共挖了五天 掉了四顆金礦 我覺得這個機率已經蠻高的 因為我之前可能要挖個好幾天才會有一顆金礦 只是呢 這樣的房子真的是很醜啦 哈哈哈 要照它那個方式擺的話 那大家就參考看看囉 我原本是想要再繼續往後挖下去 但我覺得好累喔 哈哈哈 不負責任的實測 好啦 那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希望這個影片對大家能有所幫助啦 那就這樣子啦 掰掰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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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